现在人确实进不去考验了 稍稍有一点不如意 他就不干了 他就走了 而真正修道人 是天天在考试 人对你的考试 寺对你的考试 吴对你的考试 看你能不能通过 外面人死无毒在诱惑你 你对外的诱惑 明了通达 长智慧 再怎么诱惑 我如如不动 这是阵仗定功 天天都在诱惑 和你意思的 你要受他诱惑 就阵仗贪心 不和你意思的 他在外面诱惑 你就阵仗 成灰心 就会升起怨恨心 这是经不起考验 你说你修道 那些魔王 站在旁边笑话了 假的 不是真的 经得起考验的 那是真的 所以这些考验的人死无 都要用真诚恭敬心 感恩他们 没有他们 你的功夫 怎样提升 你怎么知道 你功夫得利了 功夫得利了 不受诱惑 不受外面环境干扰了 我自己的亲近平等 感觉重要啊 他们所作所为 个人自己负责 我不能代替他 他也不能代替我 夜阴过报 无法逃避 只是来早来迟的问题 善阴一定有善口 卧焉肯定有卧宝